我网恋奔线了,对方跟照片一样帅,很满意,直到他报名字。 傻狗,你是不是还有这个外号? 他微微皱眉,你怎么知道? 我文言掉头就走。 好了,完蛋了,网恋到同村的死对头了。 17岁时,我无心向雪,心血来潮搞了个时髦的网恋,天天对我那电子男朋友嘘含问暖。 而他也不含糊,拿着他坐机一样画质的手机给我拍夫妻照,几天一张。 虽然画质糊了些,但看得出来身材确实好。 某天我心情不好想找人倾诉,直接约了他见面。 他毫不犹豫就答应我了。 经过护问,我才知道他和我在一个城市,一个区,甚至同一个学校,一个年纪。 于是我兴高采烈地约了他放学见恋,地点就在学校后面的路灯下。 一放学,我收了书包,马不停蹄向指定地点狂奔而去,远远地就看一个高寿的背影站在那里。 他似乎也有感应,转身看了过来,跟照片上的一样好看。 小麦肤色,笑起来像阳光。 我的心跳有些不自觉加快,我理了里面前的刘海,洋装镇定上前。 你是,是新。 他点头,欢愉。 我也点头,嗯。 而后气氛陷入了尴尬。 我们两个低着头,不知道该说什么。 你叫,你叫,我们两个同时开口,撞上同一个话题,相视一笑。 我笑着说,你叫什么名字。 他秒答,王浩志。 听到这个名字,我嘴角的笑容凝固了。 你是不是还有一个外号叫傻狗? 他迅速微微皱眉,你怎么知道? 怎么知道,我他压得跟你上同一个小学,你问我怎么知道? 我文言掉头就走,人生第一段感情到此宣告结束,我是绝不会和同村的人谈恋爱的。 特别是王浩志,因为我十岁和他赌气历史,长大不嫁王浩志。 我往回家的方向走去,王浩志三两步就跟上我。 等等,你的名字。 我停下脚步,转头。 我都知道你外号了,你觉得我们两个能什么关系? 你想不到我是谁? 他看着我,轻声问了句,林语欢。 我无奈点头,他脸上马上变成看戏的表情。 林语欢,居然是你。 你不是说你以后打死都不会跟我王浩志谈恋爱? 听这个语气,我就知道我认识的他回来了。 当初他在我们村是出了名的导弹。 时隔多年,他一如既往。 我文言心如死灰,回头继续走。 他跟在我身边喋喋不休地说, 没想到你现在变温暖了,怪不得每天叫我欣欣。 王浩志,你再敢提我们两个的事,我就把你灭口了。 我死死捂住他的嘴巴,恨恨地看着他。 他眨巴眨巴的眼睛,显得极其无辜地点头。 我慢慢松开手。 他立马笑着开口,欢欢,果然,我就不该对他心怀期待。 闭嘴。 我捂着耳朵,大胯不向前。 然而,我小短腿哪里比得过他大长腿,三两下就被他超过了。 他甚至还能倒着在我面前走。 单手插兜,单边嘴角勾起,眼睛微弯,像是街拍的模特走路。 我面无表情地看着他装逼。 他嘴角微勾对我说,欢欢,有没有被我摔倒。 我回他,哼,还没睡就开始做梦。 他挑挑眉,显然不信我的话,继续走。 而我看到了他身后的路灯杆。 一,二,三,咚。 啊。 王浩志以迅雷不及掩耳人之时抱头。 我蹲下去,得意洋洋开口,投降了吧,让你装。 说完,我就站起身要走。 而他伸手拉住我的衣袖。 等等。 干嘛。 我没好气回答他。 他硬生抬头看向我,眼眶微红,眼角似乎带着点痛出来的生理眼泪。 他说,我好像看不见了。 怎么回事? 我脱口而出,马上蹲下,在他面前挥挥手,真看不见了。 他点头。 我比了个三,这是几。 他瞇了瞇眼睛,二,二。 完了,该不会真撞出事了。 我后悔了,早知道撞一下这么严重,我宁愿让他嘴欠。 我赶紧将他扶起来,他靠在我身上,慢悠悠起身。 慢点,我开口提醒他。 他站起身,火速抱了我一下。 我站在原地,一脸猛逼。 转头看去,刚刚说看不见的人现在笑得欠扁。 林雨华,你答应我见面抱一下的,我抱完了。 我? 亏我那么关心他,结果他拿这个坑我。 王浩志,这好玩吗? 我气得跳起给他后脑勺来一下。 他立马抱头,撕疼疼疼,我回了他一个白眼,转身就走。 他马上跟上我的脚步,笑嘻嘻开口。 林雨华,你真的跟以前不一样了,比以前那脸多了。 我呵呵一笑,您老也是。 成功从曾经一米五,一百五的小胖蹲变成如今的电线杆了。 电线杆一词,其实是夸张了。 王浩志现在的身材刚刚好,不会过分健壮,经瘦有形。 加上他的腹肌罩,完全是穿衣显瘦,脱衣有肉的类型。 但我绝不能承认,不让他的狗尾巴能上天。 他听见我说他以前胖一世,哎,笑了两声。 那时候还没开始长个,现在长个,自然就瘦下来了。 我冷笑一声,自然瘦了,顺便能给你说出腹肌是吧。 听到这句话,他双手插兜,笑着回我说,这确实不能。 我继续说他,啊,小学的时候拼命劝你减,你就是不,那村里那么多小孩,就你最胖一字被我留在嘴边。 而且,叫你减肥,又不是单纯觉得你胖,那是因为对健康,算了,你爱减不减。 不知道该怎么说的,我匆匆结束话题。 而他低头问我,不是单纯觉得我胖,那是为了什么? 我面无表情摇头,没什么。 手上的手表,事实滴滴两声,我加快脚步,对他说,我还有事,先走了。 他笑着对我点点头说,好,下周一见,我没搭理他,头也不回地,朝公交站跑去。 刚刚响起的声音,是母亲在提醒我,时间不早了,要回去了。 我顺利坐上公交车,在车上,我下意识扭头朝窗外看去,才发现,王浩志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站到我原来的位置,对我笑着挥了挥手。 口型好像在说,下周见,我迅速转头看向另一边。 我站在门口,深呼吸一口气,开门,啪哒,妈,我回来了,欢欢回来了,快去照看一下你弟弟,妈正煲汤,很快就好了。 母亲的身影,在厨房来来回回,好,我硬下,换了鞋子,回房间放下书包,接着就去客厅里的活动区,小我11岁的宋承乐正在里面玩耍。 我看着,在一旁找了张海绵垫坐下,没几秒,他就站起来指着我说,你坐到我的海绵垫了。 我迅速站了起来,他搭拉着嘴角,将海绵垫拿回去,我又在一旁的沙发上坐下。 他又跑过来对我说,你不准坐这个位置,这是我坐的。 我起身换个位置,这次他什么都没说了。 我坐着有些无聊,随手拿起桌上的遥控器点开。 电视屏幕亮起,我打开了自己感兴趣的电视剧。 一集即将结束,他忽然跑过来,伸手要抢我的遥控器。 我要看电视,我皱了皱眉,将遥控器拿高说,你等一下,姐姐看完这个就给你。 他不愿意,三两下爬上沙发,踩在我的腿上就要去够遥控器。 我不要,我不要,我现在就要看电视。 我直接将他抱起,放回他原来的位置,大声回他,等一下。 他闻言,沉默了片刻,接着就是放声大哭。 妈,林玉环欺负我,他不给我看电视。 母亲从厨房里跑了出来,林玉环,给你弟弟看一回。 我醋没回头,我就差个结尾了,看完我就给他了。 母亲看向宋承乐,那你等会,你姐姐看完,他,我不要,我不要。 我现在就要看,不然我就告诉爸爸,说你,林玉环,赶紧给你弟弟。 又来了,每次都会拿父亲出来当挡箭牌。 我面无表情地将遥控器扔到他旁边的沙发。 他立马踹了一脚,你拿过的,我才不要。 就是不给你看,略略略,说完又跑下沙发,跑向专属于他的活动区里。 而母亲转身念叨着,哎呀,我的汤,熬过头了。 我望着已经黑屏关闭的电视无言,起身往房间走去。 打开门,我踏入那深不见底的黑暗。 四周瞬间静悄悄,彭佛全世界只剩我一个人。 我知道宋承乐为什么这么做。 从他很小开始,他就喜欢在爸妈面前跟我抢东西, 让爸妈站他那边,而证明在他的地位比我高。 即使他打不过我,动机无趣又白痴。 偏偏他每次都能如愿,在我面前耀武扬威。 因为母亲每次都会医他,哪怕错的是他,母亲也会医他。 母亲为了嫁给父亲怀了宋承乐,又为了宋承乐辞去工作, 现在的他什么都没有了。 只剩父亲和宋承乐,所以母亲只能医他。 叮咚,叮咚,房间墙上的时钟发出声音,提醒我该吃饭了。 我打开门,看到了下班的父亲。 他正在将宋承乐抱在怀里,拿胡子扎宋承乐的脸。 宋承乐在他咯咯咯地笑着,而母亲在一旁端饭菜,看着两人,眉眼含笑。 一家三口的画面多么温情,只有我是局外人。 我轻轻关了门往外走,转身时,看到宋承乐看向我。 看到我出门瞬间,宋承乐扁了扁嘴。 爸爸,林玉花刚刚不给我看电视。 父亲看了我一眼,又转头看向身后在餐厅忙碌的母亲,眉头微皱。 母亲神情紧张抬头,对她说,这是我刚刚已经教育过欢欢了, 她保证以后不会再犯了。 父亲闻此回头,对宋承乐说,你姐姐已经答应你没下次了, 我们不生气,不生气。 父亲安抚着宋承乐,哼,我不要,我就是讨厌他。 宋承乐抱着父亲脖子,嘟嘟囔囔,我就不给他看电视。 略略略,就不。 最后一句话,宋承乐是看着我说的。 父亲没批评他,笑着抱他往餐厅走去,边走边说, 好好好,你不让,爸爸再买一台电视给你看,只给你一个人看,好不好? 好爸爸最好了,我跟在两人身后,默不作声。 餐桌上,宋承乐一人霸占了一盘酸甜排骨,母亲看着他不断将排骨往碗里加食,笑着说,慢点吃,没人跟你抢。 宋承乐立马回他,云与欢要跟我抢,话落迅速用厌恶的眼神看着我。 这盘菜,在他端上来时,我加了一块,而后再没动手。 母亲余光看了我一眼,开口安慰他说,姐姐不喜欢吃这个,不跟你抢。 我夹菜的手一顿,母亲忘了,我小时候最想吃的就是糖醋排骨。 我点点头硬和母亲的话,假装若无其事继续吃饭。 宋承乐终于高兴了,直接将饭倒进去,一个人吃一盘。 我余光瞥了他一眼,没出声。 而父亲忽然开口问我,最近成绩怎么样? 语气不咸不淡,我回他,四百多分。 掉那么多,在小县城还能掉分。 他吃着饭,秒回答我这句话。 我顿了下,解释说,我最近有些学不进去。 是学不进去,还是不想学。 他又迅速接了我的话,话里有话。 我拦理他,他又说,还好你是考进县城高中,不是在农村读。 要是在农村读,出来不过进城打工。 我听着,默不作声,将碗底的饭迅速扒拉进口, 而后站起身,我吃饱了。 说完这句话,我拿了碗筷,就往厨房去。 母亲在身后喊我,要不要再吃一点,不用那么急着学习。 就四百多分,还不急。 父亲轻飘飘一句话,将母亲赌得无话可说。 我这不是怕孩子没吃饱,学习没尽头吗? 胡乱操心,他那么大,难道。 我打开房间门走进去,将一切声音隔绝在外。 今天,如果不是母亲和我回来给父亲过生日,我根本不想回来。 回家。 这根本不是我的家,我在这没有家。 我的家在小山旁的小村庄里,那里有爱我的外公外婆和捉不完的蜻蜓。 闭上眼,我就站在田野上,稻碎一望无际。 看不到尽头的稻田和山脉,全是自由。 啊,我要看。 宋承乐突如其来的哭声将画面打碎,接着就有人敲了敲我的门。 欢欢,快出来吃蛋糕。 我们要给你爸过生日了。 我烦躁起身,面无表情打开门。 母亲迅速将一个礼物盒子塞到我怀里,对我眨巴眨巴的眼睛。 我知道他的意思,拿了礼物,走到父亲面前。 爸,生日快乐。 他正陪宋承乐看电视,听到我的话,抬头看向我,又看了看我的礼物。 最后对我说,有心了。 他说完,刚刚拿过礼物,宋承乐就一把抢过去。 这是什么? 宋承乐一边拆,一边问。 我对父亲说,我还有几张试卷没写完,先进去了,蛋糕我就不吃了。 他点头N一声,没看我,目光一直在宋承乐身上。 我转身往房间折回去,路过母亲时,母亲看向我的眼神里,多了几分,感激。 看着无比和谐的家庭,到处都是怪异。 母亲感激女儿,害怕儿子,儿子拿父亲要挟母亲。 女儿被母亲压着,还心存同情,多可笑,又多可悲。 我不止一次恨过母亲,可是恨又能如何,我只剩她了。 从我既是起,我的身边就只有外公外婆。 外公外婆告诉我说,妈妈去打工,给我赚钱了,不能赔我。 我问,那爸爸呢? 他为什么也不赔我? 他们笑眯眯对我说,你爸爸跟你妈妈一起去打工了,所以也不能回来。 年幼的我一直相信着,他们是为了给我赚钱,才不能回来赔我。 因为我总会收到漂亮的小裙子,小鞋子,包包,洋娃娃,这些都在证明外公外婆的话是真的。 直到我上小学时,一个男孩子打不过我,骂我说没有爸爸妈妈的野孩子。 我据理力争跟他说我有,可实际上,我既是起,就没见过他们。 直到我渐渐长大,不停哭闹着要爸爸妈妈,外公外婆才告诉了我事情的全部真相。 原来我被抛弃了,被亲生父母抛弃了,他们没有一个人愿意养我。 我的亲生父亲在知道母亲生下一个女孩时,拿走了家里大部分存款,跑了。 而母亲回来知道这件事后,生下我不到半年,就出门打工。 他将我留给了外公外婆,承诺会回来看我,实际上他再也没回来,再也没用。 直到外公外婆去世,他才回来接我。 出现那天,他穿得很漂亮,村里的人都跑来看他。 他说他是妈妈,他说他要带我走,会好好照顾我。 他给我换了一身漂亮的衣服,带我去见了父亲,我的继父。 那时,他给我生了一个同母义父的弟弟。 晚上起床上厕所时,我听到母亲和父亲小声说,接欢欢回来,可以让他帮忙带带乐乐,他比乐乐大那么多岁,以后也可以帮忙照顾。 父亲回他,行,但是乐乐如果不喜欢他,你绝不能委屈乐乐。 母亲说,我知道,这件事我心里清楚。 我轻手轻脚地折回房间,哭了一夜,原来那个人说得对,我是没有爸爸妈妈的野孩子。 第二天早上,我起床后,就收了书包出门。 母亲见状问我,欢欢,你这是要回校啊? 我一边换鞋一边应他,嗯,我学校里有点事,先回去了。 说完,不管母亲是说什么,我转身离开,再待下去,我只会把他家庭美满和谐的美梦撕碎。 三年前初来乍到的,我会为了母亲小心翼翼,委屈自己,事后在母亲怀里哭。 可我已经过了这样的日子,过了三年了,我再也不想回去过了。 我背上书包,搭上回校的公交车。 路上,肚子不合时宜地响了,在空荡荡的公交车上显得有些刺耳。 我在距离学校还有一站的路程下了车,走进我最爱去的早餐店。 老板娘欣怡看见我就笑着,对我招了招手,雨欢来了,快进来坐。 我笑了笑点头进去,找了个正对门口的位置坐下。 坐下抬头瞬间,我就看到对面的肯德基店里有个玩偶熊推门而出。 我见状对欣怡问道,咦,对面肯德基什么时候有的玩偶熊,还挺好看的。 欣怡一边做长粉,一边回我说,老早就有了,只是你平时没出门,没看到而已。 我记得,大戴着学期头吧,就有让穿着玩偶服站在门口的。 我还偷偷看过里面的人,一个大高个帅小伙,你要是感兴趣,我去帮你打探打探。 欣怡一揶揄着,我连练摆手。 不用不用,疑,我没有谈恋爱的打算,我就是好奇问问。 说话间,我看到对面的玩偶熊正对着我打招呼。 欣怡见此笑我说,你看,这可不是我一个人有想法哦,人家小熊对你也感兴趣。 我无奈失笑,欣怡,人家只是想招呼我过去而已,你想什么? 我笑着,伸手拿出手机。 昨天晚上到现在,网浩志一条信息都没给我发,真有他的。 我气冲冲地打开聊天界面,却蹦了十几条短信出来,然而一条都没提醒。 一瞬间,我猛地想起来,昨天晚上趴回家,被母亲发现网恋一事,将消息通知关了。 我一条条信息滑过去,画至最顶,时间显示最早一条信息是在我上车后。 王浩志,无聊不,无聊陪我聊聊天。 一个小时后,王浩志,应该到了吧。 王浩志,刚刚逗你一下,你生气了? 那生气归生气,你好打回我一下呀,报平安也行啊。 我没理他。 晚上八点多,他再次发来消息。 王浩志,图片。 王浩志,今天付机照,请查收。 十点多,他又发来消息。 王浩志,真不理我。 王浩志,快睡觉了,你有气就骂我嘛,别自己憋着呀。 我依旧没回。 他早上又发了好几篇,有早安,问我吃了早餐没,问我是不是还生气,问我能不能继续见面。 我想了想,回他,我没生气,昨天有事没看手机,至于能不能见面,再说。 我很难给王浩志一个回答,关于这段感情。 因为我难以描述知道网恋对象是踏实的心情。 出人意料地闪过喜悦,随之而来的是理性。 有些话还是需要说明白。 我给王浩志又发去了短信,今天下午一起吃个饭吧,我有话想跟你说。 消息发出去,对方没回我,我收了手机,低头吃早餐。 反正下午还要跟王浩志出校见面,吃完早饭后,我见时间还有几个小时,就在早餐店里写作业。 而对面的玩偶熊一直在工作。 一抬头,我就能看见他转圈圈或跳舞,还有不少人跟他合照。 从九点到中午十二点多,对面小熊一直在工作,而手机也没有任何消息。 十二点半,手机终于叮咚一声。 我拿过,是王浩志发来的。 王浩志,抱歉,早上有点事,没看手机,中午想吃什么。 我抬头看了眼对面人满为患的啃鸡鸡鸡和被小孩子团团围住的玩偶熊。 我,校门口那家麻辣烫吧。 王浩志,好,你先去等我。 得到回复,我收了书包,向心仪告别,起身往校门口走去。 我坐下五分钟后,王浩志就来了,头上的头发有些湿漉漉。 我随口问他,刚刚洗头。 他应我,嗯,毕竟是我们面积后第一次约会,我必须。 等等。 你再说一次约会或者网恋的相关字眼,你今天就给我横着出去。 我瞪了他一眼,他立马装作受伤的样子,手捂胸口。 林玉花,你就是个渣女,你太令我伤心了。 那些情与爱,王浩志。 他比了个嘴拉上拉链的手势。 OK,我闭嘴,而后终于安静。 我和王浩志下楼调了些自己喜欢吃的菜品后付款。 我十五块,他十块。 碗里几乎没什么丸子或肉,全是菜火面。 我看了一眼,什么都没说。 我和王浩志上楼等上菜,看着他我随意问道,你怎么会来这里上学? 你爷爷奶奶那边不需要你照顾了是吗? 我的手里把玩着号码牌,而他回我,爷爷奶奶去试了。 声音又轻又小,我一瞬间愣了,回过神来低头,抱歉,我不是故意的。 他摇了摇头,没关系,生老病死,人之常情。 他把玩着手上的号码牌,不知道在想什么。 为了缓解气氛,我又问,那你几天回村一次? 他又摇头,不回去了,老家的东西都卖了。 我再次愣住,什么意思? 全卖了。 嗯,除了房子,能卖的都卖了。 那几头猪你们也卖了。 还有田地。 他点头,嗯,全卖了。 爸妈说,供我上学。 一时间,我张了张嘴,却发现自己没有出声。 没有一句话能让氛围变得轻松。 我扯了扯嘴角,回应他说,那,那你爸妈肯定很看重你。 是,他牵起嘴角笑了笑,眼神依旧看着手上的号码牌,我们相对无言。 没一会,店员将我们的麻辣烫端了上来,拿走他的号码牌。 王浩志的目光,随着号码牌的离开,移到我脸上。 光问我,你怎么不说说你自己? 他卷起面条吹气,一边吹气,一边看着我。 我顿了顿,从旁边的盒子里拿出一次性筷子,声音平淡说,我就那样吧, 每天上课下课的,跟你一样。 我是想知道你跟你妈怎么样。 他笑着问我,我毫不犹豫回他,也那样。 他又问,那你爸呢? 是不是对你特别好? 毕竟你现在看着像是那种温婉有礼的大家闺秀。 他依旧笑着,我勉强点了点头,嗯,挺好的。 时至今日,没有人知道我的父亲不是我生父。 就连我跟王浩志网恋时我都没有告诉他这件事。 我没有将自己伤疤,揭开给别人看的习惯。 他见我点头,也点头,对我说,对你好就好。 这样也对得起你小学时跟外公外婆吃的那么多苦。 不像我,人生的苦一眼看不到头。 我闻言疑惑,抬头看向他,什么意思? 你家里出什么事了? 我看着他,他忽然长叹一口气,爱个一声。 怎么了?你倒是说啊? 我看着他心急,他愁眉苦脸看着我说, 只剩一个下午了,作业还没写完, 美女,作业能不能借我抄抄。 我,王浩志,你是不是欠打? 我跟你说认真的,你跟我在这抖机灵,啪。 我白了他一眼,他黑黑笑了一声,什么都没说。 最后,我还是将自己的试卷借他了。 临走时,我才将这次的见面的目的告诉他。 王浩志,我们两个的事,他一边收拾书包, 一边头也不抬地回我说,我懂,我懂。 放心吧,我会假装什么事都没发生的, 我们两个就是普通朋友。 我松口气,说一声谢谢。 下一秒他就说,但是要是有人自己发现的, 那就不关我的事了。 我点头,嗯,我知道。 他背上书包,走吧,回笑。 我拿过书包,跟在他身后。 下楼梯过程中,伴着咚咚响的楼梯声, 他忽然问我一句,林雨欢, 你为什么不想承认? 我也在楼梯声中回他, 因为没有承认何继续的必要。 如果是其他人, 分开时我也许还可以清醒克制。 而对他,我做不到, 我总会下意识依靠他, 在他面前失态, 去给他带来麻烦。 自己真的舍不得他的温情, 可他现在不是谈恋爱的时候, 我不能害他。 而且,即使我们真的走到最后, 我这样的家庭, 于他而言是雪上加霜, 于我而言, 那是随时会自爆的炸弹。 我们之间隔着一个名为现实的透明玻璃墙。 他文言笑了, 回我说, 难道跟我王浩志谈恋爱埋态你? 我不过也就名字涂了点盐, 割的颜值和身高都还行的, 更何况割的身材你也知道。 语气满满的戏谑, 又来了。 我迅速回头警告他, 王浩志, 这话你以后赶在学校里说, 你就死定了。 他挑了挑眉, 应我一句, 好吧, 我无奈叹口气, 转头看向他开口, 王浩志, 你以后要低路边汽车的喇叭声响起, 将我的话打断。 他单手捂住耳朵, 低头疑惑看着我问, 你刚刚说什么, 太吵了, 没听清。 我点起脚尖, 在他耳边大声说, 没什么。 王浩志, 你以后好好的, 你已经太苦了, 我不能往上加霜。 王浩志是村里最皮的小孩子, 这是对也不对, 因为他大部分都是为了我。 小时候, 村里的小孩总是说我没有爸爸妈妈, 我气不过就跟他们打架, 这时王浩志就会站出来说, 跟女孩子打架算什么, 有本事跟我打, 个子还没有我高, 却护着我。 那时我争强好胜, 总会推开他说, 你那么小个个子, 打屁呀。 然后自己上, 至于发誓不嫁王浩志, 是因为有一次我被高年级的人打哭了, 他替我打回来后, 拿窗可贴给我贴伤口时, 笑嘻嘻问我说, 有没有很感动, 盛世想嫁给我。 在眼眶蓄好的泪水, 被他一句话憋回去, 我嘴硬回他, 才没有, 谁感动了, 我本来打得赢的, 要不是他喊帮手, 求饶的就是他了。 我才不会因为这点小事感动, 才不会嫁给你, 这辈子都不会。 话落, 我看到他脸上错愕的表情, 而我心无比慌乱, 如果那时我不是那么嘴硬和好强, 也许可以借着开玩笑的方式回他, 对呀, 你怎么知道? 可惜我没有。 所以那天后, 我们之间比以前聊天少了, 见面还是跟以前一样说说笑笑, 但总感觉有什么在我们之间, 再也跨不过去。 离开村子那天, 他不知道从哪里得来的消息, 知道我要走, 跑来送我。 他红着眼眶问我说, 离宇欢, 我们还会见面吗? 我扑进他怀里, 哭着告诉他说, 我不知道。 那时我不知道什么事爱, 只知道自己哭了, 就想找王浩志。 可惜后来我哭了, 再也找不到他, 再一次相遇, 不是让我唯一己私欲, 满足我孤独的心。 我不能为了自己, 就去拖累他。 他父母抛弃了一切, 就为了送他来这上学, 我不能跟他谈恋爱, 影响他。 所以我假装什么都没发生, 见面时点头而过。 说来奇怪, 之前那么久, 就没在学校里碰到过他, 见面后经常碰到他。 操场, 食堂, 教室门口, 哪哪都能碰到。 而他的名字也越来越 经常传进我的耳朵里。 篮球打得好, 长得帅, 性格好, 讲话风趣幽默, 这些全是他身上的标签。 那个在田野上奔跑的小胖蹲, 成了校园里有名的帅哥。 这样很好, 对我们都很好, 我只要静静地路过, 远远看着就好。 学校附近的肯鸡鸡 依旧有个笨桌跳舞的玩偶熊, 心仪依旧会在我过去时招呼我。 只要我不回去, 生活就平淡且美好。 可惜我不能不回去。 某个周末, 母亲打电话说 有事让我回家一趟。 我疑惑问他, 有什么什么事情 不可以手机说, 非要回去。 他说事情比较重要, 回去好商量。 他说, 欢欢, 妈也不是一定要你回来, 只是这件事很重要。 你爸是说 我们实际聊聊比较好。 你看在妈的份上, 能不能就, 妈妈带你回来 就是为了给你更好的生活。 妈妈, 我知道了, 你不用再说了。 那些客套话, 我一句都不想听。 我挂了电话, 烦躁地踢了路边的空水瓶一脚。 瓶子咕噜咕噜地向前滚, 最后在棕色玩偶熊脚步停下。 我马上对他低了低头, 抱歉, 我不是有意的。 我弯腰低头将水瓶捡起, 丢进垃圾桶。 棕色小熊对我摇摇头, 摆摆手, 像是在告诉我没关系。 我笑了笑, 绕开他要走。 他迈着小碎步, 拦到我跟前。 我往左, 他往左, 我往右, 他往右。 我忍不住冷了脸开口, 抱歉, 我还有事, 不能进去吃饭。 说完要走, 他张开双臂, 挡住我的路。 我正要问他做什么。 他忽然抬起双手, 对我画了一个笑脸。 我愣了愣, 一时没反应过来。 下一秒, 对方伸手抱住我, 轻轻拍了拍我, 像是安慰。 温暖的怀抱让我一时有些失神, 等反应来时, 我轻声对说了句, 谢谢。 对方没回我, 松开了手, 接着给我跳了个小熊舞, 引得旁边不少人驻足为观。 我嘴角忍不住含笑, 让他位置, 让他出现在众人面前。 他却将正脸对着我一人, 摆了个脱脸的姿势, 配上小熊手, 极其可爱。 这个世界的爱意, 总在不经意间抵达人的心底。 等他表演完, 我对他十分认真地说了句谢谢, 转身往店里走。 我对店员说, 麻烦给我来一份20元炸鸡套餐 给外面的小熊。 交代完付款, 我在他看不见的角落离开, 回头看去, 他继续跳着小熊舞, 希望他得到那份餐食能开心。 我回校收拾了要写的作业, 而后去赶公交车。 在车上, 我又收到王浩志的信息, 王浩志, 要记得开心。 配了一个蠢萌蠢萌的表情包。 虽然信息来得有些莫名其妙, 但我还是回他, 你也是。 这一刻, 我相信世界也许真的有心灵感应。 我转头看向窗外, 看着熟悉的风景一一闪过。 我已经将近三个月没回去了, 但如果可以, 我想一辈子不回去。 公交车行驶着, 在固定的地点停下, 我下了车, 往家走去。 一开门, 屋内飘香, 母亲从厨房出来, 对我热情地说, 欢欢回来了, 快放下书包吃饭吧。 我阴声抬头看了一眼墙上的钟, 六点半, 这么早吃晚饭。 我问道, 爸下班了吗? 话落, 我就看到父亲抱着宋承乐从房间里出来。 见到他, 我喊了一句, 爸。 他点头, 嗯, 回来了。 我点了点头, 屋内归于沉默。 我转身回房, 将书包放下, 出来洗了手, 上桌吃饭。 刚刚坐下, 母亲就加了一块糖醋排骨放到我碗里, 对我说, 快尝尝, 是不是跟以前一样, 好不好吃? 你好几个月没回来了, 妈妈要给你做都没机会。 你这孩子也是, 那么久都, 母亲说着, 对我热情的过分。 以前回来, 这道菜是绝不会先到我碗里的。 我微微抬头, 看了一眼对面的宋承乐, 他扁着嘴什么都没说, 又看了一眼父亲, 他面色如常吃饭。 我咬了一口排骨说, 跟以前一样, 好吃。 母亲闻言笑了, 好吃多吃点。 话音刚落, 宋承乐就将餐盘拉过去说, 我也要吃。 这才是我认识的宋承乐, 骄纵, 自我。 我没理会他, 开口问母亲说, 妈, 你这次叫我回来说做什么? 叫你回来一定是有事, 没事你就不回家是吧? 父亲迅速呛我一句, 我平静回答, 不是, 而后不再解释, 反正怎么解释, 在他眼里都是错的, 因为我在他眼里原本就是错的。 母亲有些尴尬地看了我一眼, 笑笑说, 欢欢啊, 你觉得你学校怎么样? 挺好的, 我一边加菜一边回他, 要不要考虑换得更好的学校? 母亲说完这句话时, 我以为自己听错了, 难以置信抬头。 他看着我解释说, 你弟弟到了上幼儿园的年纪, 我和你爸打算送去隔壁大城市读, 所以决定搬家。 但是留你一个人在县城读不放心, 想着让你转学, 你觉得我不赚? 我毫不犹豫回答他。 他一听, 慌了, 开始劝我说, 欢欢, 大城市的教育资源更好, 对你学习更有帮助。 而且, 学校我们也联系好了, 离得近, 你每天只要搭半个小时地铁就能去上课了, 不用一个人住宿, 每天都能, 我不转。 我又重复了一次, 你不转, 就自己一个人留在小县城。 这次是父亲开口了, 我点头, 我吃饱了, 你们慢慢吃。 话落, 转身离开, 没有一件事是为了我考虑, 永远是先有宋承乐在带上我。 欢欢, 母亲在后面喊我, 而父亲说, 叫什么叫, 吃饭, 母亲便没了声响, 我将碗筷放进厨房的水槽里, 接着回房, 房间墙上的时钟显示七点钟, 公交车最后一班已经离开了, 我躺在床上长舒一口气, 翻身, 我宁愿自己一个人待在小县城, 也不愿意跟他们一起住在压抑的大城市。 晚间, 周围静悄悄一片, 我正打算上床睡觉, 忽然传来一声轻轻地敲门声。 我疑惑, 问了句, 谁呀? 外面飘歪小小声的一句是吗? 我心有疑虑地开了门, 一开门, 母亲就迅速挤进房间, 关上门, 我不解开口问她, 怎么了? 她握住我的手, 眼神哀怯对我说, 欢欢啊, 你就跟妈去大城市好不好, 那里真的, 我垮下脸, 甩开她的手, 我不去。 我就一个人待着, 语气有些冷, 她再次抓住我的手, 欢欢啊, 妈妈这次搬到城市, 也是为了你考虑, 小县城的教育真的比不上大城市。 你想想你去大城市, 那些老师都是名校毕业的, 教育肯定很好, 欢欢你就听妈的吧。 她几乎是用恳求的目光看着我, 我痛苦将她的手拉开, 妈, 我真的不想去, 现在离高考只剩一年了, 我真的不想换环境, 我保证, 我绝对会好好学习的, 可以吗? 欢欢, 我转身不看她, 下一秒, 耳边传来扑通一声, 再转身, 就看见母亲跪在地上, 她跪着, 用祈求的目光看着我说, 就当妈求你行吗? 你就跟妈走吧。 我快速扶起母亲, 妈, 你这是在干嘛? 我又气又不解, 而母亲不起, 哭着说, 你要是留在这, 你爸会怎么想你, 会怎么想妈? 她原本就看不起 妈是农村出来的, 你如今留在小县城, 她只会更加觉得 你和妈是没见识的农村人。 欢欢, 就当妈求你了, 又是她, 母亲一字一句地喊着, 伸手拉住我的裤脚, 我心痛地在她面前跪下, 任由眼泪从眼眶流出, 妈, 我也求你别逼我, 好不好, 我也很累了。 从小到大, 你就没有一次为了我, 没有。 欢欢, 妈知道妈对不起你, 可这是最后一次了。 妈保证, 这是最后一次了好不好, 就当妈求你了, 你只要上了大学, 妈再也不会强迫你任何事了好不好, 欢欢, 她的声音哽咽, 而我哭泣无言。 在这个寂静的夜晚, 我和母亲跪在地上相拥哭泣, 我最后还是同意了, 答应母亲跟她去城市, 但是给我一个星期的时间告别, 跟这个世界告别, 如果我生来就没有父亲母亲, 那就让天为父, 大地为母, 归于尘土。 我再也不想妥协了, 行李收好那天, 我一个人爬上学校废弃教学楼的天台, 站在上面往下俯瞰, 毫不犹豫朝栏杆踏出一步。 你干嘛? 突如其来的声音将我吓一跳。 我慌乱回头, 看到了王浩志, 不知道为什么, 看到说他时, 我没有半点紧张。 我回他, 不做什么, 就是看看而已。 话落, 我收回脚步往门口走去, 等他走了我再上来。 我这样想着, 没有任何停留, 准备离开, 你是不是要走了? 问我的声音里, 透着落寞。 我轻轻摁了一声作为回答, 又不告而别, 语气似着责怪又似难过, 可我只能回他, 对不起。 苍白又无力, 我低着头, 错开他路过, 而他抓住我的手腕, 一拉便将我抱入怀中。 林玉花, 我不要对不起, 你对不起我的事情多了, 你别想一句话就打发我。 我要补偿, 你不补偿, 我不放人。 少年声音哽咽, 肩膀传来失忆, 我伸手摸了摸的他的脑袋, 轻声开口, 对不起, 我什么都给不了你, 连自己, 我都不能决定。 王浩志无声抱了我很久, 我任由他抱着, 没动作。 两久, 他轻呼一口气问我, 林玉花, 你相信缘分吗? 我点头, 信, 就像我茫茫人海里, 重新联系你一样。 这是我第一次相信, 有缘之人一定相遇。 我话落, 王浩志轻笑一声。 他说, 什么缘分, 那都是我蓄谋的, 我早找人要到了你联系方式。 我文言愣住, 那你见面时, 还问我是谁? 那不是演戏演全套。 那, 那外面经常碰到呢? 你总不会知道, 我去哪儿吧? 你整天在我们班门口路过, 我就坐窗边, 看了你一年多, 你去哪几个地方, 我一眼都看得见。 王浩志轻笑一声。 王浩志轻笑一声。 我脑海里忽然记起熟悉的画面。 我路过五班时, 确实总有一个人, 拖着塞看窗外。 那时, 我以为只是我刚刚好路过, 他刚刚好往外看。 所以, 所以没有一个是缘分, 全是你的蓄谋已久。 他摇头, 我们相遇就是缘分。 最后, 我没能如愿离开, 被他拉着, 靠在墙边看了日落, 看云卷云书。 他看着晚霞, 笑了一声对我说, 林雨桓, 你觉得我们两个水惨? 我疑惑转头, 你知道我的事? 他摇头, 不知道, 只是看出来你不开心而已。 我已经, 很久没见你笑过了。 他看着我说出这句话, 语气平淡, 我晃了晃心神, 低声回答, 没有开心的事, 就不爱笑了。 那你怎样才能开心? 我,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怎样才会开心? 开心这件事, 我已经很久没想过了。 他沉默了很久, 最后问我, 林雨桓, 那你有什么愿望吗? 我看着天边橙色晚霞回他, 有, 我想有个家。 回答完, 我转头看向他反问, 那你呢? 你有什么心愿? 他对着天空一笑, 说, 我想买个房子, 给你一个家。 扑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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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着他的侧脸, 望了回头。 他扭过头来, 看着我, 四目相对, 相视无言。 最后还是他先出声, 你也不要感动, 这种话谁都能说, 即使是我, 这种饼你也不能吃。 听到没有, 他伸手捏了捏我的脸, 不管以后跟谁谈恋爱, 林雨桓, 你记住, 你是来吃糖的, 不是来吃苦的。 语气严肃, 我回过神来, 小声嘟闹回他, 我就乐意跟着他吃苦, 他听到后笑了, 像是被我气笑的。 你这恋爱脑, 真是没救了。 王浩志笑着, 我也随他笑了笑, 晚霞渐渐消散于天空, 我拍他屁股起身, 往楼下走去。 而王浩志一直蹬在身后, 直到我即将上公交车, 他突然喊住我, 林雨桓, 有没有什么想对我说? 说什么? 我微微抬头看着他, 他没回答, 眼神直勾勾地看着我, 似乎要我主动将话题说出口。 一瞬间, 我懂了, 看着他藏在眼里几乎快一出的爱意, 我慌乱低下头对他说, 我还有事, 先走了。 然而行李箱还没被拉走, 就被人按住。 林雨桓, 你究竟打算什么时候才愿意跟我说? 我的身体僵住, 忘了呼吸。 下次, 我们下次再说, 好不好? 我轻声回答, 语气带着祈求。 好。 他懂了我的意思, 松开按住我行李箱的手。 我拉着行李箱, 激进落荒而逃。 每一条明是因为明白我们不可能。 我安静地上了公交车, 下意识往他方向看去。 而他单手插兜, 微笑着对我说, 林雨桓, 下次见。 一如那天见面, 我对他挥了挥手, 拜拜。 下次见三个字, 我没办法答应你。 因为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扛到下次再见。 也许我们明天见, 也许再也不见。 我只能为了你, 多活一天, 一天又一天。 父亲的车, 缓缓驶向大城市, 将小县城, 远远甩至身后。 风吹到田的声音, 离我越来越远, 直至听不见。 为了买学区房, 父亲将小城市的旧房子卖了, 到处凑钱, 在大城市买了间比以前贵, 比以前小的房子。 我的房间放了一张床和一个小桌子, 而宋承乐的房间则是标准的大小。 寄人篱下的人, 没资格挑, 没资格闹。 我按时去了新学校报道, 一张张陌生的脸庞, 匆匆抬头看了我几眼, 又低头。 班主任离开后, 教室里只剩翻试卷的沙沙声。 我坐在位置上, 拿出班主任刚刚给我的试卷, 做了几道物理题, 才发现我连第五道选择题都不会。 往下看, 更看不懂。 我翻过面, 看了看填空题, 只有第一道会。 我烦躁地收起物理试卷, 拿出了我最擅长的语文试卷。 结果半个小时只看完了第一篇, 做完两个选择题。 再看英语, 语法填空全错。 满卷通红的叉叉, 醒目又刺眼。 第一次月考, 我考了全班到十, 年纪到一百。 班主任将成绩单发给了父亲和母亲。 父亲将成绩单甩到我跟前说, 自己看看, 看看, 你对得起我, 搬到这来吗? 话落, 父亲回头对着母亲, 指着我说, 看看你夸的女儿, 早知道我就不该答应你带她过来, 就该让她继续待在农村里, 什么都不会, 连学习都学不懂, 还不如乐乐。 我面无表情地捡起地上的成绩单, 回房。 关门前, 耳边是父亲对我的辱骂声。 如果是以前, 我会哭着跟他们解释, 会保证以后不再发生了。 可现在, 我不想去挣扎了。 我将成绩单加大, 打印了十几份, 贴满房间。 一睁眼, 我就看得到上面飙红的429, 他们要什么, 我就给什么。 第二次月考, 我考了510, 班主任夸我进步了, 父亲冷哼一声说, 谁知道盛世运气好。 期末考, 我考了年纪前十, 班主任再次打电话给父亲, 父亲这次笑着跟老师说, 多亏老师的指点和帮忙。 他之前成绩, 我和他妈都挺急的, 所以抓得有些紧了, 没想到真的有效。 但还得多谢老师 对我们家欢欢的栽培, 如果没有老师, 欢欢也不会进步这么大, 父亲的嘴角脸得很大。 我平静地坐在一旁, 听他如何夸老师。 高31年, 我的成绩一次比一次高。 最后, 我成了老师的重点关注对象, 他告诉父亲说, 我很可能考入A大。 所有家长都希望孩子 能考进的A大, 知道这件事时, 父亲高兴得不得了, 连带着对母亲的脸色也好多了。 饭桌上, 他喝了酒, 一直说, 当年要不是我, 你根本不可能有机会上学。 还好, 你还算争气, 居然能考A大。 不过我也告诉你, 虽然你考了A大, 但你还是我们女儿, 将来你弟弟上学, 你必须帮忙照顾。 听到没有, 父亲红着脸, 摇摇晃晃。 酒气吐在我面前, 我点了点头, 看着他得意高兴的模样, 我忽然有个想法, 如果我死在高考前, 会怎么样? 或者死在出成绩当天, 哪一个更能刺激他们? 我猜不透, 但我知道, 无论哪个都能让他们的美梦破碎, 因为他已经想好了等我成绩出来后, 找哪个报社报道他自己。 他还说, 如果我真的考上A大, 他就给我一个奖励, 奖励我改林宇欢为宋宇欢。 手表滴滴响了两声, 时间显示零点, 距离高考还有24小时。 我站在天台往下看, 车水马龙, 风吹起了我衣裳, 携带着夏天才有的热气, 包裹我全身。 今天穿了件黑色的衣裳, 血色应该不会很明显。 我这样想着, 往前跨了一步, 嗡,嗡, 手表突如其来的震动, 将我的思绪拉回。 我抬起手, 发现来电显示是王浩志, 这个点, 他应该好好睡觉的。 我纠结了很久, 还是按下了接通, 算了, 就当听他最后一次声音。 接通电话瞬间, 我轻声开口, 怎么了? 这么晚不睡, 还得我打电话。 林玉花, 我梦到你了。 声音带着睡醒后的沙哑。 我看着万家灯火问他, 你梦到我什么了? 他说, 我梦到你要死了, 心脏好疼, 然后就痛醒了。 你赶紧哄哄我, 不然我睡不着。 他嘟囔着, 耍赖, 刹时间, 眼泪从眼眶一出, 顺着脸颊滑落。 我故作无事笑着回他, 王浩志, 你真是傻狗。 梦和现实都是反的, 你梦到我死了, 那我肯定没死啊。 你能不能好好睡觉, 还有一天就高考了, 说好的跟我考, A大, 你别忘了。 眼泪流到嘴边, 泛着苦涩。 他轻笑了一声, 我没忘, 倒是你, 走的时候跟我说什么了。 你可是答应了我说, 下次见面跟我说那句话, 你要是没说, 我怎么了? 我反问他, 景象在眼前模糊一片, 耳边传来他的一声轻叹, 林玉欢, 你不能骗我, 你答应我的, 你不能骗我, 你要是骗我, 你就算是跑到天涯海角, 我也要去追。 那我要是去阴曹地府呢, 你敢不敢? 我略带开玩笑的语气说出口, 他沉默了好几秒, 笑着应我说, 那等我把爸妈送走了, 我就去找你。 你走慢一点, 我记得你怕黑。 好, 我的声音哽咽, 已经快装不下去了, 王浩志, 我困了, 要睡了。 晚安。 说完这句话, 我就匆匆挂断电话, 因为在开口, 他就会听到我的哭腔, 下风一阵又一阵, 却没能把我的眼泪吹干。 我站在墙边, 任由眼泪流淌, 太阳依旧会升起, 那个夜晚是我的秘密。 我去参见了高考, 如所有人的愿, 考了A大。 成绩出来那天, 我久违地笑了, 终于可以去见王浩志了。 得到成绩的那刻, 我就给王浩志打去电话。 他接了, 对我说了句, 对不起。 林玉环, 你忘了我吧。 而后对面传来嘟嘟嘟的声音, 整个过程快得令我猝不及防。 我以为打错了, 点开记录反复确认, 然而事实告诉我, 那就是他。 我不死心, 又打了一个。 这次对方没接, 我坚持不懈地 打了一个又一个的电话, 直到对面的女婴提示我说, 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请稍后再拨。 我拿着手机, 看着墙上的429弄在原地, 忘了我三个字, 在我脑海里无限放大。 她的语气告诉我, 事情不简单。 回过神后, 我立马收拾东西, 急匆匆买了回县城的大巴票。 母亲问我去哪里, 我告诉她, 我和以前的同学约了见面。 母亲在身后喊我, 等等, 你爸今晚说我吗? 我关了门, 狂奔而去。 我坐了两个小时的大巴, 又转了半个小时的公交, 才到启华厢门口。 然而站在门口时, 我忽然迷茫了, 我要去哪找他? 我根本不知道他家在哪, 也不知道他现在在哪。 烦躁间, 我忽然想起一个人。 王浩志跟我说过, 他没事会去心仪店里待。 想起来这件事后, 我朝心仪早餐店跑去。 心仪见到我, 对我笑着说, 欢欢来了, 好久不见。 怎么跑得这么急呀? 有什么事吗? 我气喘吁吁点头, 有,心仪, 王浩志, 今天有没有来你这? 你知道他去哪了吗? 心仪疑惑地看着我, 王浩志, 我不认识啊。 我闻言一愣, 就是高高, 小麦肤色, 脖子上永远带着一个红色绳子的人。 心仪你没见过吗? 你要不要再想想, 难道王浩志骗我? 我看着心仪, 满脸着急。 他听完, 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 哦, 你说对面那个玩偶熊啊, 他确实经常来, 不过今天没来。 今天他没来上班。 心仪说着, 我脑袋发猛。 那个玩偶熊是王浩志, 我急不跑到对面的腾机机, 急切地问店员, 你好, 我想请问一下, 你们店里的玩偶熊今天为什么没来上班吗? 店里一脸疑惑地看着我, 有的, 他刚刚要上班。 我闻言迅速回头, 一张陌生的脸出现在眼前, 不是他。 我扭了头, 看着店员再次问道, 不是, 我是问王浩志, 他为什么没来上班, 你知道他去哪儿吗? 店员上下打亮了我几眼, 最后回我, 他家里出事了, 他今天休假, 去医院看父母了。 我迅速说了声谢谢, 转身往外跑, 王浩志, 我对着那个熟悉的背影大喊, 他的身体微微一僵, 他回头瞬间, 我飞奔扑进他怀里, 混蛋, 一声不吭挂我电话, 你怎么敢的呀, 你? 我将自己埋在他怀里, 不解气地将眼泪抹到他衣服上, 他小声说了句, 对不起, 轻轻地揉着我的脑袋, 你之前不听我的对不起, 我也不要听你的, 你告诉我, 你为什么挂我电话? 你那句忘了你是什么意思? 我抬头, 带着哭腔问他, 他没回答我, 而是伸手推开我, 低头说, 云宇欢, 我没考上A大, 我骗了你, 我失约了, 语气失落, 我站着, 看他眼眶下乌黑的黑眼圈, 感觉心在抽痛, 王浩志, 你实话告诉我, 你一天睡几个小时? 他转开头不看我, 对我说, 这不重要, 既然我们见面了, 有些话, 我们当面说清楚吧, 我没考上A大, 所以那些话全都不作数了, 你以后也别来找我了, 话落, 他要走, 我伸手拉住他, 将他的脸正对着我, 王浩志, 之前我答应你下次见面要说的话, 我现在就告诉你, 林宇欢, 王浩志, 一个人走太累了, 我们携手一起好不好, 我抬头直视着他的眼睛, 无论有什么问题, 我们都一起, 我怕自己因为继父生母的原因拖累你, 你怕自己没能给我一个好生活, 所以那句话我们都没说出口, 可我们既然都不完美, 为什么不能互补, 我相信你会给我一个家, 我也会陪你走到最后, 王浩志, 我喜欢你, 在一起这件事, 我一分都不想等了, 头底在他的胸膛上, 戏听心跳, 他的胸膛来回起伏, 问我, 林宇欢,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我点头, 我知道, 但我不后悔, 话落, 他轻笑一声, 伸手抱住了我, 对我说, 那要委屈你, 跟我吃苦了, 没事, 我不介意, 我抬头, 笑眠眠地看着他, 如果是你, 我不介意, 我陪王浩志去医院见了他父亲, 才知道, 原来他父亲去工地干活时, 腰不小心伤到了, 需要动小手术, 家里最后一点积蓄, 全部花完了, 而王浩志平时考勤工俭学攒了一点, 才不至于家里什么钱都没有, 很难想象, 高中三年, 他靠自己一边上学, 一边打工付了学费, 还存了小万块存款, 所以, 你经常打工到很晚, 熬夜写作业, 他点了点头, 嗯, 打完工回到家就八点了, 我听完, 不知道该说什么安慰, 只能伸手抱了抱他, 他比我想象中更坚毅, 像生在悬崖边的树, 靠自己与自然决斗, 从一棵小树苗长成树, 暑假期间, 我找了个理由, 留在小县城没回去, 而宋杰知道后很生气, 因为他还在等我出镜陪他演戏, 但我没兴趣, 都不需要住他家了, 还想管我做什么, 做梦, 我告诉他, 如果他再来骚扰我, 我就把他偏心的事情发到网上去, 当晚, 我就收到母亲的电话, 他说宋杰被我弃进医院了, 我淡淡点头, 哦, 母亲还要说什么, 欢欢, 你看你爸现在对你也挺好的, 我们一家人也, 打住, 你愿意跟他一家人, 那是你的事情, 给带上我, 而后我就挂了电话, 虽然很不情愿, 但我还是回去了一趟, 没别的, 就是把钱拿回来, 考A大后, 叔叔阿姨送的钱, 是我的, 就得是我的, 正好成了他们不在家, 可以拿钱, 我将那些奖金, 全拿的七七八八, 给他们留了十万, 他们养了我好几年, 该有的教育成本, 我还是要还的, 做完这些, 我就回了县城, 然后回县城路上, 就接到了宋杰的电话, 联名扣, 我接通, 林雨欢, 你是不是把钱全部拿走了, 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爸爸, 你现在把钱送回来, 我既往不救, 你要是不送回来, 这个家你就别想回来, 你也别想上家里户口, 我回他, 哦, 他大骂, 林雨欢, 你什么意思啊, 长大了翅膀硬了是吧, 早知道当年就让你死在那破地方, 穷乡屁壤的, 你以为谁接你回来, 又是谁养你这么大, 我不耐烦开口, 宋杰先生, 你从来没把我当成你的孩子, 现在也别来说这话, 你唯一有的, 就是你那自私自利的好蛋, 说完, 我挂断电话, 接着就是母亲打进来, 他说, 宋杰又又被我弃进医院了, 我说, 我留了十万, 他拿去治病刚刚好, 说完, 我把母亲的电话也挂了, 那个家, 没有半点值得我留恋的, 我要去过我自己的生活了, 我和王浩志, 虽然最后没能在一个学校上课, 至少一个城市了, 只是需要花点时间通勤而已, 至于王浩志说让我跟他吃苦, 实际上他半点都舍不得, 我说要陪他打工, 他跟我说, 对女孩子来说太累了, 不同意, 在知道我和家里决裂后, 每个月给我转三千块当生活费, 只是我一分没敢花, 因为那是他辛苦赚来的, 我问他为什么这么做事, 他对我说, 女孩子在外不能太委屈自己, 不然容易被别人骗, 我就笑他, 我都给你骗了, 还能给谁骗, 他微勾着嘴角摇头, 我可没有骗你, 你是自愿跟我的, 你自己先跟我表, 没有没有, 明明是你追我多年, 我胡讲蛮缠, 打断他的话, 他立马低头, 弯腰, 学着我的语气, 见兮兮说, 王浩志, 我喜欢, 啊, 王浩志你给我闭嘴, 林雨欢, 你自己说的, 别不承认, 没有没有, 我才没有, 25岁那年, 王浩志靠自己写小说, 卖版权, 全款买了一套房, 他原本要写我和他父母的名字, 但是被我拒绝了, 那是他的钱, 只属于他和他父母, 我们的房, 靠我们自己奋斗, 在28岁那年, 共同付了全款, 同年他向我求婚, 然后同年结婚, 他做到了给我一个家, 那些同年欠缺的遗憾, 被一点点不起来, 王浩志的父母对我很好, 把我当亲生闺女养着, 只要我们两个有分歧, 他们总是先帮我劝王浩志, 再跟我说理, 他们嘴边最常说的就是, 娶媳妇就是用来疼的, 日子是用来过的, 想法纯真又质朴, 至于我的生父, 来找过我一次, 在我考A大的事情在城里, 县里火热的时候, 给我打了电话, 只是我在听完他第一句自我介绍时, 就挂了, 后来, 母亲也来找过我, 只不过不是想我, 而是宋成乐跟别人打架, 将别人打进医院, 对方要赔偿费罢了, 但他们一分拿不出, 因为为了满足宋成乐的虚荣心, 家底早掏光买名牌去了, 就连房子也以为欠款太久, 还不上利息给收回了, 他们一无所有, 所以想起我了, 我听完前因后果, 也毫不犹豫挂了, 但凡他们当初不偏心的那么明显, 今日都不会是这个局面, 我要还得早还完了, 余下的跟我没有半点关系, 我现在要做的, 就是享受我的人生, 十岁说的话, 在二十八岁开花, 在三十岁结果, 看不到光的日子里, 因为你在身边, 所以我也能忍着黑暗前行, 阳光透过树梢, 落下一片阴影, 小树中长成参见大树, 撑起一片天,